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回忆一下美国在200年当中 它为什么能够从一个分裂的殖民地 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83年前 有一个企业家杂志 这个封面有一段话 叫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 我要梦想 我要创造 我要失败 我更要成功 这段话呢是来自于托马斯 潘恩 这一段这个 这个 助词 他说 我又选择做一个不平凡的人 我会尽我所能成为 杰出的人 我寻找机会 不寻求爱问 我不希望成为一名 有保证的国民 那将被人瞧不起 接着就是这段话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 我要梦想 我要创造 经历失败 走下春宫 这段话呢是原来的话 后来呢人们逐渐的把它改造 接着呢 又讲他渴望激励 拒绝失事 要做挑战人生 他的天性 就挺直 胸膛 骄傲 而无所畏惧 对目标呢 表现得 夯奋 他会为梦想 去思考 去行动 享受 创造 带来的回报 那么这段 叫做企业家宣言的话呢 激励着美国 成为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创业家的乐园 美国呢 我们现在理解 他之所以能 现在这么强大 和他 有一群探索者 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们从这些话当中呢 能够体会到 现在大学生 如果创业 需要的是 可能就是这段话的激励 所以呢 我们把这段 我要做有意的冒险 我要梦想 我要创造 我要失败 我更要成功 这段话呢 写在了创业学院的 大门上 迎接 同学的盗版 并且呢 也成为 济南大学 1218 创业文化节的 一个视野 一个宣传口号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 课程的六个内容当中 我们讲 第一讲 这六个内容呢 有创业者的 逆商与财商 有商业模型 有创业原理 有创业机会识别 有创业资源 与创业知识 与创业行动 今天所讲的 是刚才所讲到的 创业学院当中的 最重要一段 就是 逆商和财商 有四个内容构成 一个是创业者的 4Q组合 一个呢 是提升创业者的 逆商 一个是创业者的财商 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小节目 有许多的资料呢 显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 就是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 大人生创业成功与否 不仅取决于 是否有强烈的创业意识 娴熟的专业技能 和卓业的管理才华 人际沟通 与情感控制的能力 还取决于 面对挫折 摆脱困境 和超越困难的坚持呢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根据资料 得出来的结论呢 归纳为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就是成功 等于AQ EQ FQ 和IQ的总和 我们大家呢 对这个Q呢 这个听说的比较多 大家知道最多的 应该是哪个Q啊 IQ 其次呢 EQ 那么 IQ是指的 叫做智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想不用太多的重复 但是呢 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平时有很多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是来自于IQ的 也就是说 IQ呢 不仅仅是应付于考试 还有呢 我们认识客观事物 它运行的规律 还有呢 根据这个规律 来解决实际问题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观察力 记忆力 想象力 判断力 逻辑思维能力 还有应变能力 都和 这个智商有关 就是反应快速 判断准确 记忆深刻 我本人呢 就不是一个 IQ很高的人 主要呢 表现在记忆力不是很好 大家都比较熟悉 我们强调一下 第二课呢 叫 IQ 它叫什么商 情商 那肯定是和情有关 那么在人们的情绪 感情的自我控制 这是一个方面啊 还有呢 自我机率 这两个方面呢 能够超出于别人 那么它表现在 在识别他人的情绪 就是看到别人的情绪的时候呢 你能够 和你进行情感上 有一个互动 沟通 由此呢 产生人际关系的 处理能力的 比较高超 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人际关系呢 它主要是由情商呢 来决定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要有感染力 就是情感的表达 丰富 有煽动性 穿透性 那么形成这种感染 鼓励这方面的品质 也是 你的魅力所在 你的领袖的气质 有的时候 是来自于意料的 那么我们朗诵一段诗词 它表现得出 人呢 它容易呢 由内心产生一种 激情澎湃的那种表达 那么大家不太了解的 可能是FQ和AQ 那么什么叫FQ呢 F是指的什么 F指的是财商的财 就是finance 那么FQ呢 就是财商 财商是指什么 我们查不到准确的根据 这个青旗呢 有一本书 叫穷爸爸 富爸爸 那本书呢 解释了一点财商 但是在我们的创业教育的经历当中 我们感受到财商远比清奇 那本书所归纳的内容要多得多 那么财商是指 作为经济人 在社会或者经济活动当中 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 也就是在经济社会 人们利用经济才有财商的必要 没有商业社会 没有经济 这个方面的追求 不需要财商 那么它包括了 获取财富的动力 对于商业机会的敏感性 反应力 商业资源 它的价值的判断力 转换力 运筹 利用能力 就同样给你的资源 你能够把它放大 市场 未来的想象能力 商业模型的构造能力 商业伦理的把握能力 这些呢 你都看不到有个解释 这是我们金南大学的解释 那么比如说 你有没有利润意识 比方说有没有成本意识 有没有资源意识 那我们的教室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教室 它就能上课 但是如果把它看成资源 可能呢 在假期的时候 就可以运作它 用来呢 获得利润 教室如果闲置 你认为怎么样 出现了资源浪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财商 它包括了动力 反应 运筹 想象 构造 和商业伦理 那么这个呢 也还是我们听到过 还有一个说法呢 叫逆商 用A4来讲的 它是指着人们 面临了逆境的反应的方式 反应的方式是什么 不是说这个人呢 是很一根筋 很挚拥 而是呢 它能够面对逆境 能够反应 并且呢 形成了一种 面对挫折 摆脱困境 超越困难的能力 而不是一个仅仅心态 它是一种能力 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 能够把定力 坚守能力 你这个办法结合起 形成这个定力和坚守能力 它包括了人的品质 也包括了处理的方式 处置困难的方式 对那个方式进行选择 还有呢 能够创造性的 利用周边的环境资源 把那个事情做下去 比如说大家呢 有一个经常对人呢 有一个说法叫强迫症 强迫本身 就是一种方式 它可以培养出习惯 然后呢 形成了一种定力 在我们的前面讲到 企业家创业宣言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 不怕失败走向成功 或者我要失败 我更要成功 它为什么强调这个 因为呢 失败是一种利剑 你不害怕 这个利剑是一种心态 然后呢 利用这个失败 给你提供的反命的教材 教训 使你走向成功 那么我们想起一句成续 叫什么 失败 失败 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就是一种方式 那能够 那下面呢 我们有一个叫课堂情景句 有一位女大学生推销员 是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梗概呢 大概是这样的 有一个经理 要处理一个事情 然后呢 有一个女生呢 进来 然后呢 有一段对话 我们想找两位同学 来做这个情景句 大家稍稍看一下 哪位过来 徐俊来做经理 夏娇来做这个女孩 请这位同学 拿一把椅子来帮助徐俊 做一个经理的办公地点的设计 好 我离开一点 我们大家来看 你们表演 同学吧 开始 你这么早就 怎么这里吃的饭口 饭口要回来 进来 各个人进来 您好 我是推销 滚出去 好 我滚 进来 怎么又是你 对不起 我滚回来了 又是我事吗 我想下令公司 推销一些新出的工具书 进来 进来吧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的经理很有气势 可能做过经理 是吧 推销员呢 也好像做过推销 大家从那段情景句当中 看到了什么 经理处理事情 都是很不耐烦的 经理都是趾高气扬 而且呢 那天恰好呢 有一件不太痛快的事 那么 女孩来的时候呢 刚好是她不痛快的 气头上 所以呢 骂人呢 是很自然的 那么大家可以能 从刚才的表演当中 推断出这个最后的 交易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 会是什么样 成功 成功了 成功了 大家猜得非常对 成功了 为什么 女孩能够推销成功 我们请 后杰来 推销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 我觉得按照刚才 那个逆伤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女大学生可能成功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第一的话 就是她在面对这种经历 不耐烦的逆境的时候 她能够 就是心平气格的去面对 就是坚持了自己的一种品质 第二的话 就是她在逆境的时候 她能够比较好的来 想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并且说 就重新组织她身边的资源 然后重新再回来经理 等她经理 事情比较少的时候 再进来推销 成功率会更高这样 嗯 这个总结的 还是比较原则 我听听 这个 这个女生怎么讲 刚刚这个同学说的挺对的 然后我也赞成她的一点 但是我觉得 如果她具备了 成功的 例上这个因素以外 如果她没有机会的话 那么她也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是这个经历给她机会 为什么她会给她这个机会呢 因为 在我看来 之前我听过一个心理学的讲座 但是这样 有这样一个案例 就是说 有个女儿园 然后就是 小孩放学以后 去家长过来接 但是 这个家长 这些家长很多都会迟到 或者是 反正就是经常会迟到 然后 那个老师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 如果 就是如果你迟到的话 那么我就会罚你钱 这样子的话 大家想一下 这个结果会怎样 但是 我们可能会想 如果罚钱的话 可能迟到率会降低 但是结果不是这样子的 结果是 这个迟到率 反而升高了 从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钱 钱是比钱贱的 所以 这个经理 她其实对于这个女大学生 她是有种亏据心理的 所以在这个案例之中 钱 这里的钱 钱就是金理给这个女大学生的一个机会 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而这个 钱呢 就是这个金理的一个亏据心理 所以对于她来说 所以对于那个金理来说 她给这个女大学生 一个展示的机会 比她感到亏据不给她机会 这样的成本可能会更加低一点 所以她选择给她机会 好 这个 两位同学的分析都很到位 其实呢 这个第二位同学的分析呢 里边包含了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说 要利用对方的一些错误 那么这个呢 它是用什么办法来实现的 利用对方的一些错误 刚才第一位同学呢 看到了 对方有愧疚 那么下面呢 就是要利用对方的苦 怎么样做到 强调了一个什么 我又滚回来了 强调对方 你不是骂我吗 我接受这个骂 我又滚回来了 就把对方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对方的愧疚加深以后呢 必然会有一所报道 那么就用这种 克制了自己的情绪 坚持做一件事情 并且敏捷地利用了对方的错误 形成了一个机会 那么这叫什么 差不多就是四票 有E票 有情绪控制 有A票 有坚持 有I票 有快速反应 那么现在呢 大家能推断出来不能 就是一会儿呢 我们能计算一下 大概他卖的这个书 能赚多少钱 我们总结一下 通过这个情景军啊 可以看得出来 四K比较均衡的人 是比较努力成功的 其关键作用的是坚持 如果被骂完了以后 自己不能够坚持 不能够重复回来 这件生意呢是做不上的 其他的因素呢 也重要 但是呢 如果A票缺失 事业就很难成功 因此呢 我们刚才的公式 怎么写的呢 成功当于 第一个什么 A票 第二个 E票 第三个 F票 第四个 I票 把I票放在最后 把A票放在 最前 事业成功的 最重要的人 坚持 坚持 而且呢 会坚持 那么会坚持 需要什么 需要就把 A票呢 不断地和 A票进行整合 把E票呢 和 A票进行整合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 看到成功 使得自己呢 能够有所成功 同时呢 看起来 这个四个Q 哪个Q呢 也不能缺少 如果缺少的话呢 那么就不够成 四个组合 人 如果情商比较高 能控制情绪 就不会放大挫折 有的时候人呢 实际上失控 是因为有挫折感 放大挫折 使得失败 被放大 那么如果能够 自我激励 也能够持续成功 也就是说 情商 B票 对A票呢 逆商 是有作用的 智商高 能创造 会想出办法 容易摆出困境 那么刚才呢 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思考 就是这个工具书 能赚多少钱 这需要呢 积累一个常识 大家知道 从书商那里 拿到工具书的折扣价 大概是多少钱 谁能告诉我 一折 两折 工具书的卖价是多少钱 高的 高的 要达到上千块钱 如果这个愧疚的老板 买了两部 或者是三部工具书 三千块钱的话 那么按照两折 获得利润 这笔收益 它就赚了两千七百块钱 一折的话 两千七百块钱 如果两折的话呢 就是两千四百块钱 那一天 它卖掉了一万块钱 那天卖掉了一万块钱 那么这一万块钱呢 可以成为 这一笔钱 就可以成为创业的基础资金了 来自什么地方 我又滚回来 那么财商高的人 能够在商业社会 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机会 得到了成功 成功的结果 提升了自信 进一步的强化我们的AQ 强化你的内商 那么 逆商高的人 有坚持 有坚持力 也容易的摆脱挫折 因此不会给自己太多的时间上的浪费 成为群体的主心股 也就是说领袖 也因此呢 会汇聚人才 提升群体的智慧 所以 一般的说领袖是什么人 领袖不能够讲的太多 就是因为他内心的 必须要十分的强大 必须要拿种主意 不动摇 而且呢 是要聚中很多人的智慧 来面对困境的时候 能够摆脱困境 所以呢 全面提高4Q 这样做呢 有好处 不能够只能够提高一个方面 必须呢 要均衡的发展 那么 全面提高4Q呢 大家有的时候做不到 但是呢 我们有一条原则 就是高的做不到 我们可以做成中等的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要提高创业者的逆伤 既然逆伤这么重要 我们平时如何来训练自己 提高逆伤呢 首先 就是没事找事 找挑战 做不敢做的事情 大家回应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样不敢做的事情 陈伯坚 陈伯坚是我们创业训练营的同学 请你回来 回答一下 你有没有这样不敢做的事情 对于不敢做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有的 例如在创业训练营期间 我们有一个叫24小时的挑战 然后我们的团队就要通过发电商机来获得更加多的钱 然后我们失败很多次 最后的话 我们就去做了一个 看起来是不可能挑战 我们去找一个商家 跟他们说 我们去帮你做一些事情 然后你们去给我们钱 这事情是合法的 对于他们 我们失业是有益的 然后通过 我们找了很多的商家 都被无情的聚业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 找到一家 愿意跟我们合作商家 然后我们成功了 顺利拿到第一名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 看起来但是是很不可能 但是我们做到了 这个我非常有印象 谢谢 请坐 大家这讲的呢 还是我们事业当中的 情况 因为在创业训练营当中 二十四小时挑战呢 是要做成一个事情的 但是我们平时 比方说不敢和女生说话 不敢去敲老师的门 不敢去找成绩 不敢和老师辩论 这些呢都是不敢 我们凡是不敢的事情 自己要主动去干 这就叫提升 我们的主动承担压力的能力 没有 也就是说 高利上的人 没有不敢 第二呢 叫一分为二 方在呢 被骂的时候 是很被动的 一个女孩 很羞怯地被人 赶了出来 但是 我们仔细想了一下之后呢 发现 骂人的人 通常呢 就意味着他出了一个被动的位置 要利用它 要转换 第三呢 培养我们自己的一个习惯 就是强迫自己做事 每一天呢 重复做一件事情 这样呢 会使得我们自己的习惯呢 形成 对命伤的一个基础 把很多的事情变成习以为常 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失败的定义呢 要定义的比较窄 不要轻易地认输 什么叫失败定义很窄呢 比如说 你这个创业了 你把钱赔掉了 你认为这是失败了 如果 你要把失败定义很窄的话 你翻文兜里 要比你没创业之前 钱还多 资产还多的时候 你不认为 你已经失败了 你认为那是个过程 那么 把这个失败呢 定义比较高的人 很容易把失败呢 这个前景呢 看得很暗淡 只有定义失败呢 比较窄 你才能觉得 这个日子呢 过得很宽松 刚才所说的这些呢 就是我们对事业的影响 通常呢 事业呢 作为职场 它都是事业 AQ BQ 加上IQ 那么如果是在创业流程当中 那要对自己进行生存挑战 刚才孙孟坚所说的 那是生存挑战当中一次 有的时候呢 要给自己一些挑战生存的机会 比如说 能坐飞机 能坐软卧 能坐卧铺 你都不坐 却出差的时候呢 专门去做硬坐 看看自己能不能进入这个考验 也就是专门找难题去做 或者是去做上门推销 我们现在在学校 经常呢 同学会有一些需求 开学的时候会有需求 大家呢 去扫着楼 到街上去吆喝吆喝 到食堂的门口呢 去发发广告 这个对自己的 这个坚持力 对旁边人的议论呢 抗拒能力 那都有好处 那么还有呢 就是利用这个一分为二 要从失败当中找正确 要及时的总结 把不利呢 变成有利 用一分为二的哲学 来看待自己的这个 面对的挫折和失败 好 刚才呢 我们把AQ 做了重点的阐述 大家呢 回去呢 要做练习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来说明创业者的财商 在西安 有一个女大学生毕业了 西安的大学生很多 找不着工作呢 是很自然的 这个女生呢 为了生存 去找到了一个小的饭店 做外卖 有一天呢 在写字楼里 有个白领呢 接到了饭盒 接到的时候呢 就对他做了一番 很长时间的教训 到后来呢 越说越来气 就变成辱骂 我在这里头呢 把他的要点呢 概括为 每天都是这几样 能不能有点新鲜的 那大家的反应呢 就是角色反应 大家可能是哭了 或者是对骂 那 这也是很自然的 我们饭店就这样了 不行就去找老板 那么如果是一个好一点的员工呢 也可能会说 我回去跟老板反应 我们马上改进 下一次不会这样了 做一份检讨 或者堂塞一下 避免尴尬 也可能会想 这是个机会 我们老板不行 我干一定比老板干 就做一个小饭店 来做 这个 送外卖 就结合在一起来做 还有就是辞职 不干 另外找工作 因为大学生们 他自己觉得 这很委屈 这都是正常的反应 其中呢 哭了 反存相机 辞职不干了 都把自己定位成 是一个一般员工 甚至可能是一个 不太负责的员工 也是我们通常大学生 经常愿意这样选择的 但是呢 如果说 我比我的老板 强 我从老板身上 已经看到了 我超过他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先实践 后创业 通过这个改进呢 我代替老板 这个角色呢 已经发生了转换 就是从一个员工 变成了一个 创业者 可是 这个现实当中 这个女孩呢 却说了另外一番话 大家能猜到吗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我想大家可能 想象不到 但是学经济学的人 要把经济学的原理 要利用起来 说什么呢 能不能把你们愿意吃的列出来 我明天送给你 经济学的基本的 它的行为是选择 就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特征 是选择 它这样做 让对方把愿意吃的列出来 让对方选择它 然后它拿着这个菜单 再去干什么 再去选择别人 它在当中 做了一件资源配置活动 使得那些闲置的饭店 闲置自然的饭店 按照客户的要求 通过它来去满足 所以当天呢 他出去找了几家饭店 把餐餐交给他们 让他们做 其实呢 是也要货币三家的 然后 自己用这种方法 向写字楼订货 在家订货 像一些饭店 在进行订货 自己再送货 业务呢 不断地进行扩充 后来成为一个什么 专门的送盒饭的企业 这个产业呢 出现了裂变 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产业 原来呢 只是饭店 这么一个产业 现在呢 出现了两个产业 一个呢 是做饭的 一个是送饭的 而送饭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经理人 他把客户的需求 通过另两个方式 对顾客 对这个顾问商来进行选择 选择的结果 变成了一种优化 那么你认为 现在的问题是 你认为这个女大学生 财商高不高 高在哪里 看看哪位同学来发现 好 这位 首先呢 这位女大学生 在退教的时候 她也是遇到了挫折 首先呢 她也是表现出了 很好的逆障 她有很强的 这个情绪的控制能力 和这个识别 对方情绪的能力 而在此基础之上呢 她更多的是 对这个商机的敏感力 以及对这个 存在的商机的反应能力 她能抓住这个 就像 那个老板说的那句 每天都是这几样 能不能换长新鲜的 她从这中间 敏感地捕捉到了 这个商机 而且对这个商业资源 有很强的判断能力 她能够 她能够随机应变 她能反问 反问这个老板 说明天你愿意吃什么 我给你们送过来 这就为她这个商业资源 开拓了市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商机来自于抱怨 与抱怨更为大的概念是难题 难题有很多很多的表现 我们成语当中有很多 像汗油加倍 出了很多汗 这是难题 有这个 辣辣辣辣腔腔 都是负面的描述 它都是反应难题 在这个故事里边 你们就这么几样吗 你能不能来的新鲜的 它不是成语 但是却是个难题 也就是说 通常送盒饭的 做盒饭的 都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多样性的需要 那么对机会的敏感 主要是表现在 对抱怨这样的一个现象 能够转换 它是一个需求 第二个 每个人的手边都有资源 到处都是饭店 饭店都有做饭 一般的做饭能力 甚至 不是饭店的楼上 也就不是商铺的地方 也有做饭能力 因为家里都会做饭 请他们做饭 来通过他来送 又低成本 又高保质 没有问题 这事两个最基本 一个是机会 一个是思维 第三个呢 我们要对这个市场 具有想象的 大家想不想过 每一天 有多少白脸要吃饭 有多少白脸要吃饭 像西安那样的地方 一天大概有几十万的白脸 要吃盒饭 这个市场很巨大 然后我问大家 盒饭讲的说是十万钱 它的累大概有多少 两个钱有吗 大概就要两块钱 如果是五十万的人吃盒饭 先就送盒饭的这个利差 一天就一百万 难道说还有比这样一个项目 更不需要投入资源就可以创业 更有利润空间呢 没有啊 而这个李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在这样的环境下 却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那么我们不觉得这个人 这个李大学生的素质很高吗 所以呢 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看到 我们能想象得出来 这个学生呢 一旦创业以后 他会把宋盒饭这个资源的作用化 比如说买这个保温运输车 建立专门的公用渠道 形成自己的专业化的控制收益的能力 财商是随时发现商机 而不是专门去 用专门的时间来解决自己的财商 那么不断的提高财商是一个 是让大学生从一个学生 转参为创业者的瘟疫的途径 A票 E票 I票 是作为一个职场成功的能力 而财商没有 则不到创业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节课呢 就有这样一个小节 创业者的四票非常的重要 但是均衡更加重要 在四科当中 逆商和财商起着核心的作用 特别是对创业者 逆商 情商 智商的结合 可以让人职场上顺利 但是如果选择创业 还要怎么样 提高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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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课下来之后呢 大家要做两个课堂作业 做客厦作业 一个呢 选择一个对世界 对事业 有益的素质目标 每周 或者每天做一次 对事业 有益的素质目标 有益的素质目标 比方说孙正义 他要创业 那个现在远银的老总 曾经是亚洲首富的 他每天呢 都用五分钟 在读大学的时候 每天都用五分钟 做一个创业 后来呢 真的就成了亚洲的首富 第二个 观察你自己的学校 看看有什么可以出售 比方说 学校老师 做科研项目 有的一些成果 你看看他能不能专利化 专利的能不能转化为产品 产品能不能迅速的推广到市场 变成一般的商品 这些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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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